三人演奏员来自新情演艺 为大家展示一系列 风采的水下芭蕾表演节目 他们十六的素巧 拥有的身心 将要关心动作 对漫人必保眼福 在享受世界盛业的同时 感受异国风景的美文美快 在享受世界盛业的世界盛业的世界盛业的美国 这些运动员的年龄 都只在十四到十六岁 高四岁的时候 就要接受形体 舞蹈 芭蕾舞等方面的专业训练 长期的训练 使得他们荣获不少的奖项 2003年 全国花样游泳锦标赛 环体第二 04年 过程是花样游泳第一 05年 过哈士罗斯克少年 邀请赛冠军 06年 过俄罗斯金箭杯 国家花样游泳 环体第一名 他们通过多年的训练和精美 都能缩在今天 这场特别的水下芭蕾表演中 这个水下芭蕾 可以说是中国文化 潮流的绝技 它新取了花样游泳 芭蕾舞 形体艺术 等表演手法的精华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 经过多次改进 才有我们今天 这一场崭新的 艺术表演心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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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利 他有点 不过来 你还能找到 我看有点 有点 过来 都在笑他 我看辣子 他女士 你还能找到 我看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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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笑他 我看辣子 在笑他 这种都在笑他 时而轻缓优雅 时而快乐流星 将人体和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在奇妙的海底世界里 姑娘们不会只杀一个星某 将绽放的石的花穿梭时空 出水浮容和水下芭蕾的精髓 演绎的淋漓尽致 那好奇 所有的动作都是专门被正常演出特意拼牌的 在所有的动作中 牵手观音对俄罗斯姑娘来说 是最费心思和精力的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 俄罗斯姑娘开始并不能理解牵手观音的含义 我们就找来春节晚会的雾像带给姑娘们看 她们对着镜子在路地上做练习 动作要领反复练习了近千次 由于海水的浮力比淡水大很多 姑娘们在水中缓造型的时候 动作很难控制 最高兴的是 姑娘们表演时 独工用个装备 玄品练就 音器工作 在为我们表演 向后 监洛斯姑娘们表演时 在空中 在空中 中文字幕开始 一分钟赶紧 还剩一分钟了 呦 呦 这刚好 这刚好 那好气急 所有的动作都是专门被日常演出特意拼牌的 在所有的动作中 牵手观音对俄罗斯姑娘来说 是最费心思和经历的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 俄罗斯姑娘开始并不能理解牵手观音的含义 我们就找来春节晚会的印象带给姑娘们看 她们对着镜子在路地上做练习 动作要领反复练习了近千次 由于海水的浮力比淡水大很多 姑娘们在水中换造型的时候 俄罗斯姑娘犹如冲水浮浓 她们凭借着自己中式的水桃工具 在海底时而轻缓优雅 时而快若如心 将人体和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没有了 在奇妙的海底世界里 姑娘们不畏制杀一个兴猛 将绽放的石的花穿梭时空 出水浮浓和水下芭蕾的精髓 演绎的零离尽致 三人运动员来自心情演绎 为大家展示一系列 精彩的水下芭蕾表演节目 她们熟悦的技巧 拥有的声音 她们关心动作 为了你必保眼福 在享受视觉盛业的同时 感受异国风景的美临美快 向人的缺陷心长 像人的缺陷 苍在不相的爱人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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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运动员的年龄都只在十四到十六岁 当四岁的时候就要接受行体 舞蹈 芭蕾舞等方面的专业训练 长期的训练使得他们荣获不少的奖项 2003年全国花样拥有锦标赛 环体第二 2004年获城市花样游泳第一 2005年获哈什罗斯克少年邀请赛冠军 2006年获俄罗斯金银杯国家花样游泳环体第一名 他们通过多年的训练和精美 都能缩在今天这场特别的水下芭蕾表演中 这个水下芭蕾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敲游的绝境 它吸取了花样游泳 芭蕾舞 形体艺术等表演手法的精华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 经过多次改进 才有我们今天这一场崭新的艺术表演心事 这一场崭新的艺术表演 这一场崭新的艺术表演 有点鱼过来